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万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通用性接口的一个联合应用。 在上一个回合当中,也就是上一个单元当中,我们是自己设计通用性的接口,那是在教你怎么样的设计。 那基于同样的思维,其实在目前的很多平台当中,处处都可以看到各个厂商,各个框架,各个平台所提供的通用性接口。 它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通用性接口,因此呢,我们除了自己设计之外,也可以来学习,学习呢,怎么应用别人已经开发出来既有的通用性接口,来创造出很多神奇的架构设计。 OK,在这个回合里头呢,我将帮你复习一下,这个通用性接口,也就是复习呢,在上个单元,你所学习过的通用性接口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 事实上,这个通用性接口呢,是由两个EIT造型所组成的,所以呢,这个结构呢,很容易直接落实成代码。 好,那我们接下去呢,在下个回合当中,它会帮你解说呢,在目前的这个通用性接口呢,还有其他的变化的形式,那也帮你做个说明。 之后,我们就以实际的应用范例,那这个iPhone的手机,以及Android的电视机,这个都记整合了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在之前,你也看过了,只是我们当时,并没有着重在这个通用性接口的,一个角色上,去说明。 那么,在这个范例呢,我们就特别的,以这个三个通用性接口,为主角。 基于这个视角呢,再来,领悟一下,在这个都记整合的时代里头,这些通用性接口,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么,我们要如何,把它联合应用,三个通用性接口,来很顺畅的,把iPhone手机,跟Android的电视机,把它串接起来。 OK,好,现在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主题咯。 好,我们这一次,在这个小回合当中,我们来帮你复习,通用性接口,以及呢,说明它是由两个EIT所组成的。 好,在上一个单元里头呢,我们自己设计的通用性接口,来整合呢,连接开发过程当中的Use Case。 那么,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通用性接口。 OK,那么在这个单元呢,我们除了自己设计之外,我们还要想办法去应用,给人既有的通用性接口。 然后,把它联合的应用。 那么在这一个单元当中,我想会介绍的,就是有三个,都是别人所提供的通用性接口。 那第一个,就是IJT所提供的,就是这ServerLate,通用性接口。 那么它的结构,还是一样,这一个,有一个G类,加上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那,通用性接口,我们有说过,它是有一个对开端的,还有一个对Server端的接口,对Server端的。 只是在IJT当中,它又提供了一个类类,提供一个类类,来做更多特殊性的一种服务。 OK,那这个,我们待会会再说明,现在只是让你知道,我们在这一个单元里头呢,我们将会,要使用IJT的ServerLate通用性接口, 来跟这个,来跟这个,iPhone手机的,浏览器来做对接。 也就是,浏览器呢,它会来调用这个接口,调用这个接口。 OK,好,那么,除了这个IJT的接口,我们还应用了Android的一个叫Contact接口。 Contact接口呢,是Android里头呢,非常具有这个权威性的接口。 我们都称为,它是吃戏太后的接口。 也就是,主要你掌握的这个接口,那么你就既有,可以,这一个,来启动Android的画面,启动Android的AP,启动Android的Service的这样子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利。 因为里头定义的Star,Activity,Star,Service,等等,这些函数都定义在这里。 好,那它的结构呢,是长得比较可爱一点,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在下一个单元呢,会来说明,为什么它的通用性接口,就长成这个样子。 OK,好,除了Contact的接口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跨境层的IMI的接口。 这是Android里头呢,很重要的一个AP对AP,或者是跨境层的时候,必须运到的这个接口。 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里头呢,将会用到这三个,这个通用性接口的组合来实现。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iPhone的手机,可以来操控Android的电视机。 OK,好,所以在这个单元,我们也介绍过了这个范例,但是在这里我们计较在通用性的接口的一个整合运用上。 OK,好,现在我们就来帮你介绍这个通用性接口的基本结构咯。 这个基本结构呢,其实它就是从EIT来稍微做个延伸而立。 所以,这个是一个G类,就是子类。 然后呢,这有一个抽象的函数,叫做Operation。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I咯。 那这个I是对T的I,也就是对后端Servor的I。 这个时候,这个E呢,可以再提供一个,这一个通用性的接口,出来给Cline来使用。 这边会有Cline,这个Cline呢,它会来调用它。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如果是IJT的Servorate的接口,那么iPhone手机的浏览器,就可以透过这个通用性的接口而进来。 那所谓通用性的接口的意思就是,天下有无限多种的这一个Cline端可以来试用。 例如呢,只要你能够跑浏览器,你就可以上这一个IJT的Servorate的接口。 因此呢,无论你是iPhone手机,还是Nokia手机,还是Android手机,只要跑浏览器,都可以来操控我们的电视机咯。 OK,这意思是,通用性接口的意思就是,它可以让我们更多更多的无限多的Cline,都可以来当成我们的客户,当成我们的客户端。 因此呢,可以增加我们整个系统的一种实用的环境,可以让我们的客户群无限的扩大,可以带来无限的商机。 OK,所以,这个1就提供了IE的接口给Cline来使用。 由于这个Cline是透过这个IE接口,调用到IE的这个operation,这个函数。 所以它是一个抽象函数,所以由T来实现代码写在这里,写在这里。 那这个,这两个我们就称为同用性的接口。 一个是对Cline的,一个是对T的。 OK,那在这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函数,就是这个函数,也就是它调用的函数。 所以,看不出来E有多大的一个价值跟用途。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E有它的角色咯。 所以,你看,这个IE提供的是Operation的这个函数。 但是这个函数一进来,它并不是直接让它来实现,而是这里头有实际的代码,它来调用它。 它再来调用它。 OK,所以呢,这里因为可以写实际的代码,我们就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咯。 这在上一次回合当中,我们也说明过,这里可以写个,像说看门狗,叫Watch Talk,来监控这一边的一个通信。 从Cline到这里,到这里的一个通信的情境。 那如果传统上面直接,它对它直接是Talking,那么这里就监控不到啦。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通用进阶口的一个模式。 其中的Operation是这个IE接口呢,提供给Kite的。 但是它会把它转变成这个另外一个IE接口,那这个就是EIT的I咯。 所以Kite是透过IE接口来调用E的Operation。 E的Operation,这是一个具象的函数,里头有代码。 然后呢,这个具象的函数,再来调用这个抽象的函数。 那这个抽象函数呢,就T来实现咯,来写它的实现代码。 那这样的一个结构,其实呢,大家也都不陌生的。 它非常接近这个Long of 4这本书,就是设计模式这本书的。 这个TN模式,也就是Temperate Measure Pattern,你有看过吗? 这个Temperate Measure Pattern呢,里头有一个叫Temperate Measure,它来调用它,而且它也调用它。 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的I咯。 然后呢,这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接口。 接过来,这个就是同用性的接口,给Kite的。 这Kite呢,可以来调用它。 然后,这里调用过来,再往这边调用。 因为它是抽象函数,所以实际的代码在这里。 所以它就调用来执行这边的实际代码。 那么这就是,其实大家很熟悉的Temperate Measure Pattern的一种形式。 其实,大家都不陌生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明,这样子一个典型的同用性接口的结构。 那跟EIT,有什么关联性呢? 这个,其实呢,它就是两个EIT的构成。 刚刚已经看到一个,这边的EIT,这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就是,这个是E,这个是I,这个是T,所以这边是一个EIT。 那么,同样的,这里也可以看成它是T,然后这是I,这是I。 然后呢,这个Cline呢,就是半年了,无限多个E,这Cline1,Cline2,Cline3,Cline2,等等的。 这些,整个都代表的是一个E的角色。 都是一个E的角色,只是,这边是,我们不去规范它,开放出来给所有的人来半年。 OK,所以呢,这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退化型的E咯,我们把E开放就是了,然后,只留下一个I,本来这个I,是这个E专用的接口。 现在把E把它扣大成所有的Cline,因此呢,这里就变成给Cline的通用性接口,也就是这个E变成Cline了,变成Cline了。 那,就变成一个通用性的接口,所以留下,只留下I跟T,所以,这个其实呢,就是两个EIT所组成的。 那,那为什么说明这个呢?因为,两个EIT所组成,那因为,你对EIT很熟悉咯。 所以,你就很容易的知道,怎么把它组成代码,你就不会担心,这个高老师所讲的,都是这个物须的,不组实的。 其实,高老师所谈的,都是,可以立即呢,迅速,录持成为代码。 OK,所以,上面的,只上边的这个EIT,它是一个退化型的。 也就是,把E,开放,成为所有的Cline,都可以来扮演E的角色。 也就是,没有限定它的E,可以让所有的Cline,都来扮演E的角色。 这我们称为,叫做,这一个退化型的EIT。 那,也就是,让这个I,成为,一个所有的Cline,都可以使用的,这个,通用性接口。 那,这一个I,是所有的T,都可以来搭配的接口。 这是,所有的Cline,都可以来使用的,颁担任它的E的角色的这个接口。 那,这个是,所有的T,啊,各式各样的T,只要它合乎这个接口,都可以配上来的,一个,各个T,所公用,通用性的接口。 OK,好,那么在,上一个例子当中,我们曾经自己设计过,通用性的接口。 那,我们,再来,稍微做个简单的复习。 在上一节呢,我们,有个播放音乐的这个范例。 那,自己,啊,也亲自设计过这个通用性接口,来,支援这个敏捷开发,有效整合这个Use Case的代码。 这个时候,这个Use Case呢,就是在上一个单元当中,我们,集这个播放音乐的这个范例。 那,里头呢,我们画过这个Use Case图。 那,这里头有两个Use Case。 那,这个Use Case呢,就代表着,用户的一项,这个期望,也就是,用户的需求。 就是,用户希望,来播放一首音乐。 那么,这个用户呢,他希望,播放的音乐,还自己来,选取这个音乐。 好,那,这个Incruid呢,在上一个回合呢,有说明了,上一个单元有说明了。 Incruid呢,就是说,这一个播放音乐的过程当中,他必然,Incruid就是一定会,来选取一个一首音乐。 那么,这个植原,代表的是,这一个用户,怎么来使用,这一个系统。 那,使用的目的,有一个,叫播放音乐。 第二个,我要选择音乐,选择我要的音乐,才要来播放。 然后呢,这个Ettang的意思呢。 Ettang的意思就是,当在播放音乐的时候,觉得也不好听。 啊,的这一个状况,出现的时候,他会来按停止。 OK,所以Ettang的就是说,并不是一定会,但是,有时候呢,有条件的,会来执行这一边。 这个是,在执行这个过程当中,无条件,啊,一定会来做这一件事。 这个是不一定的。 好,那么这个图呢,里头呢,有两个Use Case,一个叫播放音乐, 一个叫做,播放我自己所选的音乐,啊,自己选择的。 那,这就是一项需求咯,啊,用户的需求。 基于这样的一个,两个Use Case,那么,随着敏捷,敏捷的过程当中,啊,他会有很多迭代的过程。 啊,第一次迭代可以做这个Use Case,第二次的迭代可以做这个Use Case,啊,所以呢,每一次做一个Use Case,所以呢,在第一次的迭代,做这一个,第二次,啊,做这一个,这一个。 啊,所以呢,我们就设计一个通用性的接口,啊,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框架,来把这个Use Case的,这一个Ui,啊,画面的部分,跟Server的部分,把它整合起来。 OK,所以,这一个,通用性接口,是我们设计的,这个通用性的G类,也是我们设计的,这个函数呢,也是我们设计的,这一个,啊,对T的I,也是我们设计的,OK,那,设计的,这个,啊,把它整合起来。 OK,啊,这个,啊,这个,在第二次的迭代的时候,它,设计第二个Use Case,一样,它可以设计这个,这个,这是在第二次迭代的时候开发的,那么,也是一样,可以用通用性的接口,把它整合起来,OK,那,这就是我们,在上一个,单元里头所举的例子,那,我们也,把它实际的,啊,设计出它的Ui, OK,那么,也实际的,展现出它的,所有的代码,给你看,OK,那,这就是,我们,在上个范例,当中,所建立出的,一个小框架,里头包含,一个iPlugin的,通用性接口,以及,一个,Plugin的,通用性的G类,那么,来提供,统一的,通信机制,来整合,呢,各个迭代过程当中,所产出的, 这个,这个用力,以及它的,代码,好,那么,在,上一个,单元当中,我们已经,自己,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框架,跟通用性的接口,那么,啊, 那,接下来,我们也要善用,别人的,通用性接口,那,就是,本节的换例,咯,在,这一个,单元里头,呢,我们,将,应用,多个,既有的,通用性接口,那,来整合,呢,iPhone,跟Android电视, 这,我们刚刚,已经,说明过了,要用,这三个,这是,IJT,提供的,一个,通用性接口,叫做,ServerDate,那么,这是Android,呢, 本来就,框架里头,本来就提供的,Contact,这样的一个,通用性接口,还有一个,跨进程的, iMai的接口,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单元里头,呢,我们将,使用,充分的,运用,别人的,既有的,通用性接口,包括,Android的, iMai的接口,以及,Contact的接口,还有,IJT的,ServerDate,这三个,通用性的接口,我们将,透过,这个,三个,通用性的接口的,一种,串接, 顺利的,把iPhone手机,跟电视机,把它整合起来,然后,上网去,开启,这个,大会议厅里头的,主灯跟电视墙, 啊,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由,iPhone手机,跑浏览器,然后,呢, 透过,这个,IJT提供的,ServerDate,通用性接口,来,跟它做,对接,所以呢, 因为它是通用性的,所以,全世界,只要你的,手机,跑浏览器,都可以当我们的客户端, 因此,呢,我们的客户群,呢,非常的大,非常的大,这就是,通用性接口的好处, 可以扣大我们的,用户端的,一个空间,可以扣大,我们的,用户群, OK,然后,有了这个,ServerDate之后,我们就可以开花,我们的T, 然后,这个T,呢,就是一个,啊,ServerDate的代码,这个代码,呢,就可以应用, Android提供的,两个,通用性接口,来,跟Android的,APP,来做对接,啊, 那,因为,它是Android的通用性接口,所以呢,我们只要,用,抓得到,这个接口,啊, 好,取得到,这个接口,我们就可以来扣它啦,就可以扣它啦,那,这就是,很简单咯, 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写ServerDate,当然,你也可以,不用ServerDate,等等的, 只要,能够抓到,它的这个,通用性接口,那,你就可以扣它啦,那,透过这个本地的AP,Android的AP,呢,就可以来,操控,这个, ZikV的,以及它的,硬件,来发射,啊,发送,这一个,ZikV的,通信,信号,给,这一个,会议厅的, 主灯的开关,就会把,这个,主灯,把它打开了,这个,情境呢,我们在,过去的,课程当中, 也实际展示过,啊,高老师呢,在这个,2012年的9月份呢,就在,秦荒岛,让秦荒岛的市长,透过他的, 手机,来打开这个,啊,大会议厅里头的,电视机,当时我是,主持一个,叫做智能电视,软硬整合的,战略联盟,这样的一个,会议, 就在,秦荒岛,啊,的,这一个,市政府的,会议厅所举办的,OK,那,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 三个,通用性的,接口的,串接,啊,顺利的,把它组合起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OK,啊,完成了,一个,这样的,情境, 好了,那,我就,先讲到这里,先让你休息一下,谢谢咯,